大家都往这儿看 这是一个形似沙漏的瓶子 咱们如果先放核桃 就会卡在中间 无论怎么摇晃瓶子 它都掉不进去 那依我之见 这关刚开始 就得从最小的绿豆着手 按从小到大的顺序放进去 我这么做是有道理的 根据物理学 万兹金硕德理论 绿豆和夏威夷的体积比较小 那装入瓶子后 密度就大 产生的缝集就会小 通俗点来讲吧 就是说能为之后的果子 腾出更多的空间 屏中掌声 那么辉哥的这波分析 够专业吧 那相信辉哥准备错 既然气氛都到这儿了 大家要是不来个长安点 在请了推荐 都有点说不过去了 来一起享受着上帝的试骗 好了刚才是我不够严谨 忘记了咱们的一个重要技能 摇晃瓶子 其实开局只要不放核桃 其他的三种水果随便乱放 并时不时的摇晃瓶子 减少果子之间的缝隙 就这样持续操作 直到剩下两颗核桃 这时候先放进去一颗 感觉稍微空间不够的话 就轻轻晃一下 给最后一颗留出空间 这不就过关了吗 哎呦难度上来了哈 飞蛋有个向右的分支 竟然还有个向上的 要是没有利用到这里的空间 不乱找什么顺序放果子 结局都得失败 所以重点来了 听我的 只要把果子向上装进去 保证能通关 先装进夏威夷果 然后摇晃瓶子 这时候就会发现 有一颗夏威夷果被挤了上去 接下来继续摇晃瓶子 当有两颗夏威夷果被挤上去之后 再放入核桃 因为只有核桃的重量 所以将第三颗夏威夷挤上去 再放入一个坚果 和一颗夏威夷果充当阶梯 那剩下的所有坚果 都能顺利进入右侧分支 再放一些绿豆堵住坚果 最后再把剩下的果子 统统放进去 就能过关 哎呀 这点事闹的 停电电停吧 电源就咬吧 我能理解 这谁还整上弹幕了呀 不带你们这样的啊 你们再嘲讽我 我就 我就过关给你们看 光说不做假反式 那你倒是过一个呀 行 都看好了 我发现左下角的空间 没有利用完整 这应该就是溢出来的原因 那这次先放一颗绿豆进去 其他步骤不变 等最后只剩下绿豆 小心翼翼的 一颗一颗放进去 就我这狠活还拿不下你 零了零了零了 哎呀呀 这还挺难啊这游戏 做下调整 再来一次 我还就不信了 我要是再不成功 我肯定就要被你们 嘲讽到悲逾的尘埃里去了 说到尘埃 大家可以再评论去输尘埃狗 解锁这个新的仪仓表情 OK 到这一步 经过我的尝试 必须先铺上一层绿豆 按顺序 分别再放进一颗夏威仪果 和一颗绿豆 接下来就让所有的坚果 滚入右侧分支 剩下的步骤就好说了 一定要观察好缝隙的走势 慢慢的放入剩下的果子 大类似 惊险获胜 这块又整了个 像是土字形状的瓶子 笑话就是跟蚊子杠上了呀 梦想最底下这一横 跟核桃一般大 那就先把核桃放进去 这里注意要留一颗核桃 紧急着装下围一管 这样是为了让之后的坚果 滚入两侧的分支 适当的摇晃一些瓶子 把瓶口留出更大的空间 这样才能放下最大的核桃 最后就只剩下 不这样的地方的小绿豆了 我知道了 还是得利用最开始的原理 底下先放体积小 密度高的绿豆和虾桃一管 再放两颗核桃 压这么一压 最后放入坚果 剩下的空间 应该能融得下核桃了 来来来来 那你要这么来呢 我必上狠活的呀 冷静下来 回过到第一种方法 先放五颗大核桃是对的 但下一步就要做出改变了 丢进去四颗绿豆 填补核桃上方的空隙 这是放入留下来的核桃 然后再补上三颗绿豆 紧接着老样子 用坚果填满分支 用紧剩的绿豆填成空隙 小绿豆的大作用 在这关展现的那可谓是淋漓尽致啊 最后的最后 就是放入夏威夷管 看着丝滑的操作 就知道结果啊 那一定是可喜又可恶呀 nice